您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这本书在天下好读里介绍过很多次 纳瓦尔的宝典 作者是矽谷的传奇天使投资人 纳瓦尔·拉维肯 以及拥有百万粉丝的财经部落格 Evergreen的版主 也是播客主和作家的 艾瑞克·乔根森所撰写的 今天我们的书斋主题是 年轻人不可以失误的三个决定 这位出身贫苦却成为矽谷最成功 也最快乐的创业家和投资人纳瓦尔 他建议年轻人 有三个真正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做好 这些决定的影响都可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非你很确定 至少要非常肯定 否则不要轻率地做出选择 这到底是哪三个决定呢 年轻时基本上有三个真正重要的决定 要住哪里 要跟谁在一起 以及要做什么 我们花很少时间决定 要走入哪一段关系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 却花很少时间决定 要做哪一种工作 选择在哪个城市生活 几乎能完全决定我们的人生道路 但我们却花很少时间思考 我们到底要住在哪个城市 如果你要在一个城市住上十年 如果你要从事一份工作五年 如果你要发展一段关系十年 你应该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决定 要住哪里 要做什么 要跟谁在一起 这三个决定 对你的人生至关紧要 这三个问题 或许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了 你应该花时间去思考 不要随波逐流 也不该把自主权交给别人 如何让自己身边围绕着成功人士呢 那就是找出自己擅长的事 或者是了解身边的人需要什么 然后用它来帮助人 不求回报 所有遇见始于缘分 皆有因果 时间久了 你就会吸引到你想投射的人事物 但不要计时 不然你会失去耐心的 对于社会新鲜人 甚至于是老鸟来说 进公司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经营人脉 想想 你会跟谁一起工作 这些人之后会做什么事 选择智商高 能力强的伙伴 但更重要的 需要有诚信 找到对的人 跟你一起玩长期赛局 所谓长期赛局 是正合游戏 大家一起合力把饼烤好 尽量把饼做大 在短期赛局里 却是把大饼切成一块又一块 互相抢夺 我对于没有办法持续 甚至难以持续的事物都不感兴趣 包括困难的关系 工作的时候 跟比你成功的人在一起工作 玩乐的时候 跟比你快乐的人在一起玩乐 人生路上会面临许多困难选择 一旦你做出选择 就要跟这个选择绑在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 创业可能要十年 开始一段关系 可能会维持五年 甚至更久 搬去一个城市 遗嘱就是十年或二十年 这些决定的影响 都可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非你很确定 至少要非常肯定 否则不要轻率做出选择 如果你为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张表 列出一长串的好坏利弊 却依然不确定 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如果你眼前有两个选择 你都想要尝试 但难分高下 那就选短期比较辛苦的那条路 人脑会习惯推开短期痛苦 但是先苦后干 比先干后苦好 因为这条路会引领你 走向长期效益 尤其在富力的助力之下 长期收益 远比你想象的更为巨大 以上书斋 斋自纳瓦尔宝典 由天下杂志出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不是曝 rin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